哎呦 这油漆做得很漂亮 这光泽 啊 内标设计的好洋气啊 Buy Hours 在时间之上 后面是山 哇 这个山上还有一个汉字写的什么 五月独尊 乖乖 PSR-GA Made in China 面板肯定是个石木啊 可以看到这里面表里一阵 是不是全单看看啊 这个是硬霉 硬霉的这个条纹 再看里面 哎 它也是硬霉的条纹啊 难道是全单 这质感也像啊 你看这重量 还稍微比面板稍微的沉重一些 哇 这手感也相当低啊 这几把都是啊 手感优化得非常好 哎 这难道 它是全单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因此这个面板的选择实际上就像好的里面再选更好的 同时进行了高温的碳化和热处理 因此映色会显得更加成熟一些 那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对这个 到底是面单还是权单有所摇摆呢 是因为我看它的外面也是玫瑰 里面也是玫瑰 那么通常我们知道权单一般都是这样的属性 正面有个大的条纹 那里面相对也有这类似的条纹 后来呢就是通过我仔细的查看呢 会发现里面有个非常明显的有大的纹路的地方 外面没有 那因此呢这是个面单 当然看了官方的配置我知道 它确实就这个面单 它的零售价多少钱 三千二 那我们大概讲说一下它的配置 首先呢它的面板的音量技术呢 还是传统的X型 那手工的削切 使它的强度得以保证的同时 又减少了对面板共振弹调的束缚 那它的纸板 琴码和琴头的贴片呢 都是藏的乌木 在它的这个贴片上和纸板上呢 都有品牌的logo 品牌的logo简化成一只飞翔的鸟 它的情景呢 你看啊 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高品质的 Mahog的桃花星木 Grover的开放式的卷线器 包边Binding呢 藏的是Maple峰墓 所以说在正面看上去的线条呢 勾勒得非常漂亮 那么接筒型它的特点呢 是它的有效线长和传统的D型 差不多 那这两只有效线长呢 都是648毫米左右 那官方配的情形呢 都是Elixir的16052 我们知道这个情形的寿命比较长 那上线纸的宽度呢 都在43毫米左右 手感呢 是呈舒适的C型 在光线下折射出来的光泽 非常漂亮 那实际上官方给它配备的邮寄呢 叫PU油漆 PU的特点呢 就是薄透亮 那么更薄的油漆呢 实际上就是减少了这个琴 在共振的时候 对面板的舒服 那官方在这个PSR发布呢 目前是有两个颜色 第一个是原木色 第二个是煎变色 怎么样 通过我们今天的对比 你觉得PSR是一个超级面单 3200的价格 香不香 数字幕志愿者就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